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穆哈普马米石今日表示 2018-2019财年苏伊士运河收入达59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马米石当天在庆祝新苏伊士运河通行四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说 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幅增加了运河通行能力 为苏伊士运河收入大幅增加创造了条件 8月2号苏伊士运河还创造了单日通过货物总量的最高记录 当天共有81艘商船载着610万吨货物通过运河 目前苏伊士运河已经具备通过全球最大商船的能力 2015年8月埃及在原有193公里苏伊士运河河道的北段 开通了新苏伊士运河 长度约35公里 作为苏伊士运河一部分的新运河 为原有航道提供了双向通行条件 将船只的通行等候时间从原先的22小时缩短至11小时 并允许更大船只通过 从而提升运河通行效率 苏伊士运河收入长期是埃及国民收入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 与石油收入 旅游业收入和侨汇并称埃及经济四大支柱 从而提升运河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而提升运河的主要来源之一